荣耀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米月到底怎么样实现一个大招秒人 为什么别人的米月总是能追着好几个人打 又肉伤害又高 买了新皮肤不会玩到家里面别急 本期就给你们安排一下最新的米月教学 现版本米月两套打法 一种是肉刀编程 主要对面是比较灵活并且手长的阵容 比如说辅助是软斧 法师是干僵 你对线又要打官语言歌这种就选这一套 由于现在蓝刀远程不生效 所以打野刀一般做肉刀 减速和坦度都非常契合米月 这套在思路上不用执着于对线 要以发育为主 尽可能打烂对面半边野区 在一级对线时可以用二技能连接第一个小兵 A掉第一个小兵之后再接A惩戒第二个小兵 35秒就能抢到二级 那如果对面选择是越合道抢线的话 就需要刚摸到兵线就粘着它一直A 就算交了闪基本也能拿下一血 但你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面辅助是伤起中奎这种 会选择边开的英雄那就猥琐一点 等对面露视野 如果打出击杀 先不着急拿河道之灵 直接去对面野区看什么开 如果对面打野不在 我们又是54秒左右摸到buff的话 就可以把buff拉进草里偷掉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 如果对面不来人的话 惩戒就留住别交给buff 用来把你靠这边的小野也控住 这个时候再回线拿下河道之灵 基本上刚好够四级 但打河道之灵时 一定要捏入一技能又来撤退 对面打野看到没一野区 极大可能会转边路来抓你 这一套流程下来 你对线带红还有等级优势 基本没压力 等到第二轮野区刷新的时候 他还是要去另一边野区 你就可以再重复上面的步骤 他要先刷你这边 你家队友也能带着他打另一片野区 这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 打烂对面半变野区的关键所在 而另一套玩法就是狂暴流派 主打是对硬服 并且阵容不太灵活的情况下 这套思路主要在于对线压制 用狂暴以及自带的吸血 压低对面状态 来换取我们偷野怪发育时间 在一级时还是连住第一个兵 如果对面上来抢线 我们就直接A A A A到底 他要是选择跟你对拼 你就开狂暴跟他硬刚 避免被他换掉太多血量 如果他抢二了 你也不要怕 这时第二个二技能差不多也赚好了 只要等待他贴脸时 点用二技能连住 一级打二级也照样能打出单杀 然后和成绩流派一样 先不管河道之灵 对面看野区什么开 再控一下离你最近的野怪和河道之灵 如果对面打野朝你这边刷 就要注意1分15秒左右 补掉这波线的第一个兵之后 就往塔下钻 等对面打野露头 顺便补掉你家的小野 这时对面肯定会把兵线推过来 你别着急清这波线 现在的塔前别让小兵进塔 等自家小兵过来把线给卡住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被对面打野抓 还能通过卡掉对面小兵压制对手发育 等到2分15秒左右 敌方野区的小野和河道之灵快刷新 就是你提前把线推过去 再去控周围的小野 这2分钟布局好 就能实践在我们开局说的 用对线压制换取发育的思路 至于一个大招秒人玩法 就是在打对面脆皮比较多的阵容时 我们在后期六神装时 把鞋子换成一个巫术法杖 先连小兵和野怪吃满2技能的法强 再用1技能乌鸦飞过去 A接大招 碰到那种没有出魔女的脆皮 基本上都是瞬间融化 若是再细节一点 可以卡巫术法杖3秒钟飞进去 这样你按完大招之后 还能再打一次巫术的强土 打出双重爆发 总的来说 米月的对线思路核心 并不是中后期的担带 而是以中前期压制 换取对面野区资源为主 整体操作相对简单 对于小白还是非常友好的 入手新皮肤的小伙伴们 不知道怎么玩 赶紧去试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